大家好 我是Vison 曹先生 我从2001年到美国就一直都在餐馆做工作 从做Busport与练习生到做起台 2016年初我就去彩服楼上班 也是做一名起台 当时老板就承诺就像金风酒楼一样 会遵守劳工法 不会偷这个起台的小贝 开始两年生意就非常的火爆 但是这些无粮老板贪得无厌 长期以来不付最低工资 超时工资 更在2018年初 他们就互相这些股东老板互相争斗 大股吃小股 互相拿钱就整钱跑 当时余德明 他们就把彩服楼的点心 就推到这里来卖 就是这个金星饼店 我们在最忙的时候 居然在彩服楼没有点心卖给客人 那些点心都推到这里来了 他用这种手段伤害我们的收入 想逼我们持工去找别的工作 你就不看知道这些无粮老板心思是多么狠毒啊 更可恶 在2018年6月到8月底他关门啊 一分钱工资都没付 他当时呢 同时他在46号妈街开了一个店 46号妈街那个美食店 我们找这些老板付钱 付工资 他说没钱 没钱哪来的钱开这个46号妈街 对不对 我们有19位工人 忍无忍何忍啊 就把这些无粮老板告上法庭 并拿到法庭的判决书 法庭判这些无粮老板 必须赔偿我们19位工人 接近100万的钱 但是 直到今天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在这里我要容颂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板啊 他们现在就是网上爆红的 华铺四人班 余德明 陈永锦 陈庆文 墨志连 就是那个Patrick 谢谢无粮老板 为了自己的私利 罔顾我们几十个工人的生计 恶意结业关门 拖欠我们的工资 而且他们一个个谎话联片 那个余德明的当时在纽约时报采访 他就说自己是采负党的老板 他自己是金星老板 这么大老板到现在一分工钱都不给 但是他现在呢 推那个帕权出来做董事长 又不承认自己是老板 他去到现在 一直 他去呢跟陈契文呢他们都是叫 一直在说谎话的 疫情期间 人家 人家 我们不不够 WeiKa! kanI! WeiKa! CanI! WeiKa! KanI! WeiKa! Master! CanI! WeiKa! CanI! asanage WeiKa! CanA! CanI! 那疫情期间很多这些商家都受窜 很多小商家关门 我们老板赚的盆满钵满 为什么 因为有牛玉玲的 州众议员牛玉玲勾结他们 帮这些老板宣传 帮这些老板拿钱 在这边配偿为这个名义 赚的盆满钵满 我们找牛玉玲 谴责这些无联老板 质问牛玉玲 为什么帮这些小汉老板 我们把那些判决书 把那些证据发给牛玉玲 但是 这个牛玉玲直接颁奖给他们 说我的老板是社区英雄 我今天就呼吁大家 所有人 我们要抵制这个四人班的店 进行小吃店 他还有一个店 还有店在那个班牙街那边 叫Tony Surprise Noodle 为什么要抵制他们 还有46号麻街的店 就写着一个46号 因为他盗用这些无联老板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透用人家的名字叫红安被告了 改的名字叫46 这个就是他们的店 还有一个在86街布鲁克林 甘上发酒楼 那个老板也是大老板之一 他到现在也是没有赔我们工人的工钱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这些工人 餐馆的也有 互利也有 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 要求这个牛玉玲 如果要发现这些喜好老板 牛玉玲也要出来赔偿我们的工人 欠信对不对 我们要不要他赔偿 身为民选官员 就应该帮工人讨回这个公道 如果他继续帮工人 他就要对我们的欠信负责 是不是 是 是